非物质文化遗产 左村垫子火烧 师傅 这一次压多少斤面 50来斤 现在刷的是什么油 花生油 花生油 这一天得做多少个火烧 一碗两个吧 那我们现场有多少工人 20来个印吧 这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 现场都能闻到这个面香还有花生油的油香 师傅 你做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4多年了吧 哇塞 你看 这个感觉漂亮 这一个面劲是多重 300克 300克 这一斤面里边是放多少水啊 撒掉水 天能按多少个这个火烧啊 2000来个这速度还是很快啊 都是纯手工制作 这就是按好的这个火烧 我也来体验一下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 电子左村火烧 哎呦 这个面超级的硬 哇 按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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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得重新揉掉了是吧 这个好了 好像还是有点点偏 这边是给饼来给醒发一下 这醒发要多长时间 12至13分钟 老板这刷的是什么油啊 花生油 这一锅能烙多少个火烧 13个 13个 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 就这个字 这个锅就这么大 对 我们这火烧有多少年历史了 600年 600年 就是火烧的历史 不是我们家是吧 我们家要接年40多年了 你是第几代的船员 我是第三代 第三代 上面这个相当于是一边煎一边蒸 这需要多久 13分钟 这个还得再等个13分钟 真想看着都饿了 应该快好了 先吃个这个垫点 真不错 哥尔大吃起来酥脆 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双十一好物节 买的恰恰娇炎花生 现在左华逛抖音商城 或者直接点评论区一键入手同款 抖音双十一打直球 一键利捡不用凑 上亿神圈更超值 我买的比原价便宜不少呢 超多日用百货 大盘好物都压到了全网超低价 超值快下单 漂亮 哦呦 老板这锅有多重啊 30年 再落后再三分钟 再落三分钟 然后再放到底下去烤制 煎蒸好的火烧 现在下入这个烤炉 这火烧在下面还得再烤多长时间 十几分钟 这个技术你练了有多久了 十几年 十几年 在下面要不停的转是吧 不然就会糊了 你看 都拿出来这么不停的倒腾 里边的到外边 外边的到里边 好烤好的火烧出炉了 都是烤的这种色泽金黄 可以看到 你看现场 有八个师傅在这现场一起烤 火烧烤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市集非物质文化遗产 刚烤好的这个火烧 哇 外边都是这种嘎嘣嘎嘣脆 你看 非常有层次感 哇塞 这个面香非常的浓郁 外边这层都是这种 非常的香 又脆又香 里边是这种一丝一丝 还有一点喧软 卖香味十足 耿啾啾的这个火烧 我们吃的是一道美食 品味的是文化